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祝你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时间 一起来分享上帝宝贵的话语 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我们知道我们休息的时候 我们需要安静的环境 我们只有在安静的环境当中 我们才能够得到充分的放松和充分的休息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我们一天当中最能够使我们安静的时间 应该是在清晨 在清晨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在清晨的时候 让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到敬拜当中 我们若是在清晨的时间当中 将这样的时间奉献给上帝 我们的一天都能够得着 神的祝福和神的带领 愿上帝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出埃及记第八章25到32节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 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 这样行本不相宜 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 我们的神 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 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祂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耶和华 你们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求你们为我祈祷 摩西说 我要出去求耶和华 使成群的苍蝇 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 并法老的百姓 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 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 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 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 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 不容百姓去 今天的经文是 出埃及记八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七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我们要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这是摩西对法老所说的话 以色列明出埃及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祭祀 他们的上帝 祭祀耶和华神 换句话说是 因为他们的身份被改变了 上帝将他们为奴的身份 变成了圣洁的子民 变成了祭祀的国度 所以他们需要去祭祀耶和华神 祭祀意味着 他们需要敬拜神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说 就是我们需要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来看一看 以色列百姓当时他们是怎么敬拜上帝的 我们通过这节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这么几点 首先他们要往旷野去 他们要敬拜神 他们需要往旷野去 旷野意味着什么呢 旷野意味着要远离埃及 远离一个世俗的地方 远离一个嘈杂的环境 远离一个埃及这样充满偶像的环境 进入到一种安静的地方 进入到一种能够让自己自由的敬拜上帝的领域当中 远离埃及 远离埃及人的生活方式 换句话说 他们要进入到宽野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也看到这个法老啊 他就觉得你们根本就不需要离开埃及地嘛 你们在埃及也可以敬拜你们的上帝 我也允许你们这样敬拜 但是摩西说不 我们一定要走向旷野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远离 这是一种分别为圣的概念 他们必须要去到旷野 因此旷野意味着远离现在的生活方式 远离埃及 远离世俗 旷野是一个安静的地方 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安静的去敬拜上帝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这也是让我们感到具有挑战和困难的地方 因为在旷野中 他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他们会遇到一些挑战 比如说最简单的 他们需要吃的东西 也许在旷野当中 他们吃的没有埃及的好 第二点我们来看 他们要走三天的路程 为什么要走三天的路程呢 这个走三天的路程意味着什么 他们需要去到上帝指定的地方去敬拜神 其实这个指定的地方就是西乃宽业 他们需要进入到那里去敬拜神 第三点就是照着耶和华 我们神所要吩咱们的祭祀祂 敬拜不是我们想怎么敬拜就怎么敬拜 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规章制度 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祂 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要祭祀耶和华他们的神 因此他们会有祭物 他们需要拿他们当中的牛群羊群 来祭祀来献上 这也意味着敬拜中必有奉献 因此弟兄姝妹们 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 我们也需要来反思我们今天的敬拜 我们今天的敬拜是什么样的 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旷野在哪里 我们需要找到我们心灵的旷野 我们的心灵需要进入到安静的状态当中 平安的状态当中 我们需要常常与这个嘈杂的世界 世俗的世界脱离出来 进入到安静的旷野中 我们才能够得到恢复 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 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敬拜 第二点 我们敬拜的地方在哪里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敬拜神要靠着心灵和诚实 因此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找到我们心灵的旷野 就是那个属于我们属于上帝 安静的个人的空间当中 第三点 上帝吩咐我们的敬拜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们应该怎么敬拜神 敬拜神不仅仅是星期天的敬拜 也是我们每天的QT 也是我们每天的灵修 通过敬拜 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完全的线上 将我们的物质献上 将我们的时间献上 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上帝 敬拜的高潮 就是我们对上帝的奉献 愿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透过这样的经文 也来思考 今天我的敬拜是什么样的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28节的内容 在这里圣经说 法老说 我容你们去 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的神 只是不要走得很远 求你们为我祈祷 在灾难过后 法老终于做出了这样的退让 不过这并不是完全的退让 我们通过后面的经文 我们也可以看到 但是在这里 法老退让 我们来默想一下 这个法老说的话 这个退让的话 首先第一点 他说不可走得太远 为什么不可走得太远 如果走得太远 对于以色列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于法老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 不可走得太远 首先有一点 法老自己心中有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计谋 如果以色列百姓 他们走得不是很远的话 有一天 法老可以让军队重新追回 以色列百姓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以色列百姓在埃及 是奴隶的身份 他们为法老做工 修建金字塔 做各样的苦力 法老这个时候 失去了疫情 为他做工的百姓 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损失 当然如果有一天 他能够重新 把他们给抓回来 抓回来的时候 这些人又可以成为他的奴隶 因此他说 不可走得太远 不可走得太远 也意味着 他可以重新把以色列百姓 束缚抓回来 同样的道理 从属灵的含义来看 不可走得太远 也意味着 他们有可能会回到埃及 当然这群以色列百姓 他们在旷野当中 经历困难 经历挑战的时候 他们想要做什么 他们想要回到埃及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也有这样 我们常常想要 回到过去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觉得 跟随耶稣的道路 走得太辛苦了 走得太累了 以至于我们想要 回到起初的状态当中 很多人 他们回去了 很多以色列百姓 也回去了 但是按照上帝的计划 按照摩西对整个 以色列民族的带领 他们是不能回去的 他们必须要远离埃及 因此 不可走得太远 意味着 不要与这个世界 分离得太远 不要跟这个世界 这个罪恶脱离得太远 具有这样的属灵的含义 其次 法老说 你们要为我祈祷 这种祈祷呀 并不是一种悔改 并不是说是法老 相信上帝的能力 乃是一种 祈福思想的祝福 我们的信仰当中 也常常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我们信耶稣 为的是得到什么 很多人信耶稣 只不过是为了得到平安 为了得到财富 为了得到这种祝福 祈福思想 这种祈福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法老并不是要悔改 跟随上帝 只不过是一种祈福 因此 不可走得太远 和这个祈祷 具有的属灵的意义 首先不可走得太远 属灵的含义的 第一点是 不要远离偶像 不要远离罪恶 所以相反 走得太远 就是要离开偶像 离开罪恶 离开埃及也意味着 他们要与上帝亲近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去思考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过上了一个 分别为圣的生活 当我们觉知信耶稣的那一刻 我们就需要觉知 与罪恶脱离 我们就需要觉知 做心造的人 真正的信仰 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心造的人 如果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活在我们 曾经罪恶的生活当中 活在我们曾经的 生活状态当中 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不意味着 我们真正去信耶稣 若是我们真的信耶稣 我们一定要觉知 改变我们自己 靠着上帝 让我们做心造的人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特别的感谢你 赐给我们的话 主要让我们效法 以色列人远离埃及 让我们走出去 敬拜我们的上帝 主要我们求你 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 过上一个 分别为圣的生活 也让我们绝置 脱离我们曾经的 罪恶的生活 脱离曾经上帝 不喜悦的生活状态 让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心造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